第六题,蓝牙国中本学期每间三年级教室皆已安装两台冷气机 4月之后若气温达28度C就可以开始使用 已知每台冷气机运转平均功率为1000W 学校用电每度电费为6元 目前实施办法为使用者付费 如果每班想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3点都使用冷气 毕业前共使用40天 则每班至少要向总务处先除值多少电费 才足够支付这笔电费 我们晓得一度电呢就是所谓的千瓦小时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冷气机的平均功率为1000W 就是1000W 所以他用一个小时就要花掉一度电 我们从早上10点钟到下午3点钟 所以我们用了5个小时 所以呢这一台冷气呢就要消耗5度电 那么有两台冷气呢 所以我们就会一天要消耗10度电 那么我们总共用了40天 所以我们就用了400度电 而一度电呢要6块钱 所以我们总共需要花2400块钱 所以呢我们第六题问说 则每班至少要向总务处先除值多少电费 才足够支付这笔电费 我们答案选的是C 2400元